我是Ruby老師 這次呢很開心的與大家分享 我們能利用簡單的方法 就算一個人在家 也可以輕鬆享受 充滿幸福感的料理 那只要跟著Ruby老師書中的步驟 我相信每位讀者們 都可以非常非常簡單的 就變化出屬於自己風格的美味套餐 那現在呢 我們先把洋蔥頭尾去掉 好 那對切一半 好 那我們準備一個冰的水 然後把洋蔥切開來之後放進去 蒜頭呢 我們用一個很傳統的方法 先擦鴉片 切好片了之後呢 我們再拌一個方向 把水直的這個角度 好 那現在我們拿這個Bag 已經泡好水的洋蔥 我們先把它攪過來 好 小心手 那我們先從底部的地方 這樣切下去 那番茄就可以比較隨性喔 那 看要是直切或是橫切都可以 所以鳳梨角跟這個番茄相比的話 我們大概對切一張就可以了 好 那豆芽呢 我這一次選擇的是黃豆芽 就是這個桃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們先把它洗淨之後 稍微泡水一下 那紅叉呢 我們就是準備 一個隨意的茶包 整成的飯 我們一樣 切 成小丁 那薄膜洗乾淨之後 臉皮 不用去皮 臉皮進去會比較漂亮 我們可以來做一點提味的動作 好 那這以上就是我們這個套餐所需要的備料 帶皮的部分 我把它朝向炒下來 我們再回去 把皮的部分煎成精華色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一個盤子 先把它撈起來 好 那我們先來 炒香我們的洋蔥 洋蔥絲 一點蒜冰 那洋蔥呢 要把它做到炒軟的一個味的感覺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放入一點番茄 這樣切個 大概中整大小的番茄跟鳳梨 好 稍微加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把剛剛已經煎到七分熟的雞腿肉放下去 再加入一點白酒來提香 我們再加一下這個 這個泰式的甜辣醬 它帶有一點甜味跟一點點微微的辣味 醬油不要多 一點點就好了 好 好 然後一點的鹽巴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適量的水 稍微蓋鍋蓋 讓它燜一下 稍微再翻攪一下 稍微再翻攪一下 來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九層糖 喔 過成小塊 現在就可以關火 那關火之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我們準備一點點檸檬 好檸檬 我稍微幾支 好 那我們稍微再拌勻一下 那等一下就可以起鍋裝盤了 做法很簡單 我們先來準備一個熱的水 滾水要滾喔 大概只要燙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好 再加一個冰水 把稍微再把它撈起來 然後稍微浸泡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冰水倒掉 稍微浸泡一下之後呢 做好喔 不要太多一點點就可以了 再來呢 是辣椒 因為我們這是做辣味的 好 加一點蒜 最後呢 我們來做這個麻油 它是一個提味的作用 那現在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調味了 那這樣攪拌均勻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冰到冰箱 大概20到30分鐘 你這樣會更入味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冷拌辣味豆芽 現在呢 我們就把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 泰式香檸雞塊來做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做的裝飾 這個就是我們的太式香檸雞塊 好 好 這樣就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大味的蛋度牙 那我們先取一個高的杯子喔 好 那你應該放了冰塊 那冰塊呢 我們有自己的喜好 一個新鮮肉的橙汁 好 把它倒進去 這個有點鳳梨汁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切好的水果 我們可以放進去 這個鳳梨 蘋果跟柳橙 那最後呢 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泡好的這個紅茶 它是無糖的喔 那現在呢 我們就把紅茶倒下去 好 好 因為糖分比重的問題了 它還會做一點深層的感覺 那最後呢 如果喜歡吃酸的朋友們呢 我們可以再加一點檸檬汁 吃 然後再隨心呢 可能我們偏掛凳水 OK 那我們完成我們這個 熱帶水果冰茶 那今天我會大家介紹的 這一套系列的這個 餐點呢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